就是刚刚讲的 回到我们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因为刚刚丢出去的 你把它执行 它实际上丢过去是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看一下 它丢过来是一个公式 所以你执行完VBA之后 它会变成在这个资料编辑里面看到的是一个公式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做的动作是放个公式过来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要用第二种方法 我输出的不是一个公式 而是直接取用什么 取用那个Excel里面的这个函数 插入函数 我们在这个插入函数里面呢 我希望取用它 然后呢 但是是在哪边取用呢 不是在Excel里面取用 而是在VBA里面使用它 那你想说老师那为什么要 你干脆就在Excel里面使用它就好了 其实Excel里面使用的缺点就是说 它只有一个这么小的格子 它没有办法做更多事情 但是VBA可以啊 VBA你要写多少就写多少 你要做多少事情就做多少事情 所以如果你只是做很简单的事情 那在这里 但是如果你要做稍微复杂一点点的 那就一定只能用VBA了 所以很多人说老师我干嘛学VBA啊 那你只能做简单的事情 那你就不要说你哪一天做复杂 所以你没办法update嘛 很多大数据你给你好了完蛋了 你一个格子一个是慢慢弄吗 那人家早就已经全部按按钮全部做完了 你还在慢慢弄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会比别人晚下班的 为什么 因为你效率一定是比较差 所以你要用比较快一点的方法的话 那就必须怎么样 切到那个VBA里面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如何取用 其实很简单 一 请你把原来写好的这个sub把它复制贴过来 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地方公式 我把它直接把它delete掉好了 比如说 直接那个换几个字好了 也许我这个不是用公式 我是取用函数好了 或者叫内建的函数吧 也许我用这样会比较清楚 反正有打几个字 我这个底线后面主要是告诉我 到底跟上面有什么差别 OK 那上面是直接输出的公式 底下的话呢 我是取用 那个内建的公式asc 去帮我做什么事情呢 做完刚刚的事情 那第一个 它的那个名称稍微做修改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输出的那个东西 所以后面这个东西 我就把它delete掉 直接重新自己打 但是呢 你要取用内建的那个函数的话 恐怕你还需要再多认识一个 那个e-sale VBA的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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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ale里面最大的那一个 谁是最大 谁是老大 就是就是那个 那个也就是指的e-sale本身 那那个e-sale本身 那个物件名称 可能你如果背不起来 最好是可以背得起来 app app 其实 像这样 那个app 实际上就是app 实际上应用程式的缩写 那不过我们还没打完 app cation 就这个 那你自别要打错 application 这个物件指的就是e-sale本身 那我要 跟他讲说 我要从那个e-sale 这个最大的这个物件里面 去找到什么呢 找到他里面的内建函数 那内建函数 那内建函数